賴清德昨天說他要解密高端 你會不會認為說這也是一種政治操作 我跟你講喔 要解禁的東西多的是 我昨天實在應該問他說 那個小英的深等資料你要不要主張解禁 這才是要害的題目 只是說我們常說算了 明明知道他不敢回答為什麼要問他那個題目 其實要公開早一點公開就好了 拖那麼久 怎麼看昨天賴清德說要公開這高端疫苗的採購合約 是不是打點這個陳時中說封存30年 問題就是說你民進黨是一體的 那你賴清德你原來是副總統啊 而且你賴清德也跳出來支持高端你記得嗎 那時候捲取袖子除了蔡英文賴清德 這個蘇貞昌陳時中都捲取袖子啊 然後都支持高端疫苗啊 那不很怪嗎 那賴清德當時不講話呢 你還助紂為虎做倉啊 那你現在為了選舉了你講這個話 你根本是欲求之河嘛 是這個共犯 你們根本就是共犯 所以我覺得講這個話 你早就該講了 不是現在才講了 中華民國是災難賴清德這樣講 你怎麼看 我們要先離開了 這個是失言 明顯的失言 總統覺得侯市長辯論的時候 表現怎麼樣 昨天因為我昨天晚上要參加那個賀龍的賀龍夜夜秀 因為那個很重要 年輕人很愛的 所以我昨天沒有陪侯市長去參加這個辯論會 不過我當然也透過電視有看 那我覺得侯市長表現不錯 那攻守都還不錯 反而是我覺得這個賴清德 他怎麼講到什麼中華民國 什麼如果是護國神山是災難 他就說他漏了兩個字 口誤應該是中華民國憲法 這兩個是一樣的意思啊 中華民國憲法 就是中華民國的根本大法 那怎麼可以說 不管是他講中華民國也好 中華民國憲法也好 這都是保護我們的 怎麼會變成災難呢 我不知道賴清德 他腦筋想什麼 我想他可能就把他講出來了 那呼應他是一個所謂台獨工作者 或是務實台獨工作者 我覺得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講說賴清德是 對台灣的和平是很大的威脅 甚至是一個恐怖分子 那道理就在這裡 就是說賴清德會給台灣帶來相當的不確定 兩岸相當的不確定 那我覺得賴清德表現 我覺得很好 就是說大家原來認為說他口才不是那麼便吉 但是他其實表現的中規中矩 我覺得比預期的好很多了 黃毅傳昨天說你會講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後你不敢講說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覺得這個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什麼時候講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亂講啊 他這個簡直是亂栽贓嘛 我什麼時候講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什麼時候講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那柯文哲昨天說王毅傳還有說 為什麼老是拿王毅傳呢 不要拿他來侮辱我嘛 我不想回答他的話啦 王毅傳算什麼東西呢 他是誰啊 對不對 你怎麼老是拿王毅傳呢 你拿賴清德的話 或是柯文哲的話來問我還可以啊 好不好 這對我是大的羞辱啦 你是一個新興的政黨 那沒有中央執政的經驗 為什麼選民應該相信您 把票投給您 尤其是年輕人 然後如果您順利當選的話 跟現在的執政黨 民進黨會有什麼不同 在政策面上 就是他剛才講嘛 就是說你們沒有執政的經驗 你為什麼確定他 我跟你講齁 八年前這一句還有道理 我當過台北市長八年了 還是有一個團隊 所以我對這個執政比較沒有問題 這個也是這樣齁 政治的確是個專業也需要時間 所以我從台大醫院齁 直接跳去當台北市長 其實前兩年還是很短 慢慢才摸索出那個 所以這次如果再去 中央政府去當總統你知道 這不是完全沒有經驗 其實我跟你講齁 台北市長齁 有去選總統的齁 都有上齁 欸你有沒有想過 欸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台北市長有去選總統 都有選上齁 所以你換心好了 大家剛才在講說齁 跟民進黨會有什麼不一樣 我要跟大家講齁 我覺得是這樣齁 不要背棄自己的理想 其實齁青年勤政愛鄉圖齁 是民進黨中央黨部會議室牆壁上面的字 但是齁 青年勤政跟今天的民進黨扯得上關係嗎 你看到民進黨會想到青年勤政嗎 所以他 所以要跟大家講齁 有一句話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要相信制度不是相信個人 所以齁 公開 我要講 我找總統要找什麼事情 公開透明 所有的會議紀錄全部給我上網公開 一樣齁 為什麼台北市的標案齁 貪污很少 第一 上網的時候公佈評審委員名字 公佈底價 然後那個 委員齁一旦當評審委員不准退出 沒有超過三分之二不准開標 然後開標的時候 外聘委員沒有過半你知道 不准開標 我有訂很多規則 好啦 我跟你講講一個小故事 我那時候下令說齁 上網招標的時候要公佈評審委員名字 結果齁 他們聯合 我們那個台北市的聯合議員 就上一個公文給我 他說 欸 市長 然後我們聯合議員要買那個電腦斷層 跟核磁共振 可以賣的只有三家公司 菲利浦 ZE 通用 還有一個那個 菲利浦 ZE跟西門子 只有三家 可以當評審委員 都是我們每個議員的X光哥主任 反正就挑幾個去當評審委員 他說賣的跟買的 大家都認識 這樣壓力實在太大 所以他希望說 這個 聯合議員 買電腦 買衣材 你知道齁 市長 事先公佈 評審委員名字 要求 我那時候看到公文 你知道 我現在想說我才剛剛下命令 你們就來測試我 我就不簽 你知道 換在桌上 一個禮拜後 他們又來問說 欸 市長你簽了沒有 欸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在公文上面寫 市長是醫生 他自己去當評審委員 我又把公文送回去 結果他們說他們再努力看看好了 從此解決 我跟你講齁 你就會議紀錄上網公開嘛 會議紀錄 除非你跟我講這個涉及國家機密 會議紀錄上網公開 標案你知道齁 公佈評審委員名字 然後 我們都有規定 那個齁 評審委員齁 一旦選定 他不可以隨便退出 因為齁,當年大巨蛋就是這樣出事 當年大巨蛋第一次投沒過 你知道 結果那個不知道怎麼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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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弄到說 啊這個 中央工程委員會說 欸那個 那個投票結果不不算 再投第一次 又沒過 然後又去弄弄弄弄弄 就是 他沒過你知道 他就把他補回 中央就給他補回 到第三次的時候 評審委員不來投票了 現在已經投兩次沒過 還投第三次 所以後來我就規定 你知道齁 我要來當評審委員 我就先問他說 我們什麼時候要開票 你那天有沒有在台灣 你能不能來開會 你不要 我就不聘你 你一旦當評審委員不准退出 全部要來給我開票 然後事先公佈評審委名字 你知道我們要公佈評審委名字嗎 歡迎大家互相檢舉 按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這一次黃國昌來 他在問我說 參加民眾黨會不會有什麼話不能講 我說你要是覺得不對 你都可以講 相信制度 不要相信個人 所以我們要建立一個公開透明的制度 建立一個公平的制度 所以我為什麼主張公務員用臨選制度 當那個公務員發現說 原來我要升官不是市長決定的 市長只是酒票裡面的一票 從此他變得很勇敢 我不是要別人 我跟你講 如果這一次生誰是由 一通電話決定的 你是公務員你要認真做事嗎 你就別人一個就好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為什麼 為什麼我當台北市長要選連任的時候 我的建管處敢把我的辦公室抄掉 因為他發現說 欸 你才一票而已喔 我以後要升官 沒有完全被你決定 從此他變得很勇敢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公務員裡面 建立一個公平的升遷制度 只要沒有這個制度 公務員不會認真做事 我認真要做什麼 我飽了一下就好了而已 所以要相信制度不要相信個人 公開透明 公平的升遷制度 這OK的 有體驗 不是人生的我不能 你自然而言 是人生的了 是人生的 不是人生零 你生贏了